印度外长再次对话是好 想要情更想要激进 那中国该不该给一点甜头呢? 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期话题 前不久啊,在外乡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中 我国外长王毅与印度外长苏基森举行会晤 苏基森声称啊,稳定中英关系符合共同利益 并以使命感和紧迫感这两个词来形容处理中英问题的夫妻性 从苏基森的表态来看啊 很显然印度方面着急了 想要尽快与中国修复关系 有意思的是啊,在这种背景下 印度外长苏基森再次对话是好 根据媒体报道 苏基森在日本东京出席释放安全对话的时候表示啊 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不佳 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印度希望改善对话关系 另外呢,他还强调 中英问题应该由两国自己解决 不希望其他国家干预进来 所谓的释放安全对话机制 说到底呢,就是由美国主导的 美日印澳成立的用来对付中国的小圈子 那么苏基森在这种场合上 公开指出不希望其他国家 干预中英冲突 这是说给谁听的呢 我想啊,其他成员国都能听得懂 而苏基森的表态啊 也再次凸醒出印度发明 想要与中国修复关系的击破性 有人可能要问啊 印度现在为什么如此击破呢 其实呢,理由很简单 那就是印度去勤了 在印度跟随美国对华遏制的这几年里啊 印度政府找了各种理由 撤割中国在印度的起义 甚至呢,还直接扣押中国企业在印度的高管 以及冲进中企在印度赚取的合法资金 再临行不过的印度赚钱、印度花 一分也不想带回家 这种做法呀,自然引发中国企业的不满 大量众企业开始逐进从印度撤资 转向其他国家投资 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啊 也引发了印度的经济问题 除此之外呢 中国作为激进大国 印度发明啊 也一直有意 让中国帮他建设一些现代化的基础设施 以推动印度经济和工艺发展 事实上啊 之前 中国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但在吃亏商丹很多次以后啊 中国呢 也吸取了教训 知道印度啊 是一头未不熟的白眼狼 所以呢 开始逐渐放弃对印度的投入 至今啊 印度发明 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 所以呢 才在短时间内 平凡对中国自好 试图通过这种方式 让中国再次投资印度 然而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啊 我认为呢 面对印度的思好 是需要警惕的 因为以往的教训啊 告诉我们 与印度打交道 一不小心 就会成为中苦先生 而且呢 这种亏 我们已经吃过很多次了 但是从中印关系的大局考虑啊 完全不搭理也不行 我认为呢 大局稍微给印度一点点点头 以此呢 来稳住对方 因为印度人是顶型的 不禁秃子 不杀印的那种 想要空手套白狼 恐怕是不现实的 当然了 前头不能给的太多 承诺也不能太大 主打一个模棱两可 反正呢 不让印度彻底倒向美国就行 毕竟呢 当下主要矛盾 还是中美矛盾 而中印矛盾呢 只是小问题 我们需要分清组织 等到解决了中美问题后啊 相信中印问题呢 也就会迎刃而解了 好 本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各位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